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嘿好好嘿嘿好 世界真是精彩 嘿嘿好好嘿嘿好 玩得真正好 最优质的亲自旅游节目 某某小玩家 本季有多才多艺的奶油哥哥 搭上热情活泼的彤彤姐姐 带着小明星丁宇 Kiki 要前往台南放松去咯 搭着冬季尾巴的末班车 我们要到台南享受世界仅有三处的黑色温泉哦 还要光着脚丫子享受去甲值的乐趣 无论是水里游的地上爬的统统很精彩哦 走 现在就跟着小玩家往台南出发去玩咯 来到小玩家 今天我们来到哪里了呢 热情如火的南台湾 今天我们要来台南逍遥游啦 我们从小生长在这里呢 知道我们南部有个非常迷人的地方 就是好天气 可是奶油哥为什么要带你们来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到底是哪里啊 这里就是我们的南台湾的 关枝林 这里可是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泥江温泉 泥江温泉 没错 这个可是呢 在日据时代啊 只有日本的皇亲贵族才可以享受泡汤的 那真是太好了 没错 那我们赶快去泡温泉吧 好啊 好啊 等一下 等我 怎么跑这么快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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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有和华的 有 有 小姐 我帮你按摩 按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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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l 所以 蛤蟁 蛤蟑蛳 蛤蟑蛳 蟑蛛There 那个 蛤蟑蛛 蛤蟑蛛 蛛蟑蛛 unity 蛤蟑蛛 coaster 好漂亮 人中... YEAH 一起來關子裡透泥彰浴 泥彰浴 小朋友你們認得出來我是誰嗎 猜猜看 我覺得我很像莫娜魯大 我覺得我今天是小黑人 開封遊歌 寶晴天 是不是很像黑麵包公啊 是不是超舒服的呢 好舒服喔 而且你看它的水啊 就是沒有像一般的溫泉 那麼的清澈 它看起來很泥 但是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在別的地方都看不到喔 這個泥漿溫泉啊 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有 好 第一個地方呢 就是日本的鹿兒島 第二個地方呢 在義大利的西西里島 第三個就是我們台灣的 我們可以泡到全世界 唯一三的溫泉耶 好好 沒錯 而且這邊的溫泉是 碳酸氫鈉泉 對 它有某一種放射性的物質 然後在以前大家就說 這個溫泉非常的厲害 被譽為說是 可以治白病的溫泉 對 可以改善體質 對 所以如果想要養生 要健康 冬天很冷 趕快來泡泡這個熱熱的溫泉吧 這泥漿溫泉果然名不虛傳 泡得大火紅通通又滑溜溜的 好舒服 穿快的流完汗之後 接下來要降溫一下囉 剛剛泡完溫泉熱熱的 趕快來這邊冰一下 三溫暖的 真的 知道為什麼我會一直笑嗎 為什麼 因為有好多魚在吃我的腳皮 為什麼 我讓這奶油哥哥腳那邊的魚好多 其他人的腳上面 只有一、兩隻魚 我的腳上面 差不多有30隻魚在吃我的腳皮 好癢喔 好癢喔 我有耶 我有耶 好癢喔 有人在吃地獄嗎 這種感覺很奇妙 有 其實一點都不痛 很像在被燒癢的感覺 真的喔 好癢喔 我剛剛被吃到 看樣子真的是 還是奶油哥哥年紀比較大 為什麼 體驗那麼緊張 流魚過來 只流魚過來 不要 加油 1 2 3 4 5 6 7 8 9 9 10 這麼多 12 六條 吃四隻 四隻 好好玩喔 這種悖雲伺候的感覺真舒服 不怕養的人趕快來體驗一下吧 享受完溫泉魚SPA 奶油哥哥說有好料的 要犒賞大家喔 奶油哥哥怎麼對我們這麼好 還請我們吃茶葉蛋耶 對啊 謝謝奶油哥哥 不客氣… 但是我跟你們說 你們現在吃的這個蛋 不叫茶葉蛋 不是茶葉蛋 可是它長得跟茶葉蛋很像 很像沒錯 可是這個是 關子嶺這裡特有的 香菇蛋 香菇蛋 它是用香菇滷出來的喔 是喔 我知道 因為關子嶺這邊 就是特產也是香菇 沒錯 吃了 怎麼樣感覺如何 好不好好吃 好吃 它不只是茶葉蛋的味道 它還有一個香菇的 那個清清香香的一個味道 對 而且我這樣捏啊 就覺得它非常的紮實 非常的有彈性 難怪一天可以賣2000顆 好吃 KIKI 你覺得好不好吃 好香的味道 好吃 妳說是不是啊 奶油哥哥絕對不會騙你們的 不過奶油哥哥 你對我們那麼好 我真的覺得你好像很英文喔 東東姐太了解我了 奶油哥哥每次請人家吃東西 就是有考驗啦 真的假的 先給你們補補體力 等一下會有什麼 非常耗費體力的考驗 咱們要去爬好漢坡 好漢坡 沒錯 就在這 這就是 好漢坡 有幾節啊 1 2 3 4 5 6 等一下…不用數了… 這裡一共超過100階以上 所以再怎麼數 等一下還是會數錯的 好漢 所以爬就對了 沒帶發的 我是好漢 好漢 來啦… 加油 到底有多少階啊 怎麼還沒完 我們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喘一下… 我跟妳們說 妳們算很幸運了 怎麼樣 這邊在民國40年前 還沒有鋪馬路 下面還沒鋪馬路的時候 一共有323階 自從鋪了馬路之後 就變成234階囉 還是很多 對啊 雖然少了100斤 少了100斤耶 這條讓大火爬得喘吁吁的好漢坡 在日據時期 又被稱為男人的坡 是日本人為了復健 鍛鍊傷兵而見的喔 雖然這坡道的階梯又陡又多 但它舒適宜人的森林環境 反而吸引了許多遊客 前來沉浸在芬多金的沐浴裡喔 來吧 有沒有看到熱氣球耶 是在這 來台南就是為了這個 沒錯 真的 我的夢想要實現啦 熱氣球加年華 出發 Let's go 來 來 OK 嗨 早安 早安 我的名字是Richie Richie 飛起來了 嗨 好燙喔 好漂亮喔 真的喔 二地形 好熱喔 它的那個火在燒的時候 好熱 好熱 糟糕姐姐在這氣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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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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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又飛起來了 對啊 其實在上面其實還滿涼快的 不像在下面被太陽曬得很暈很熱 我覺得有一點像搖籃的感覺 對 還滿舒服的 對 還滿舒服的 就是穩穩的 還睡覺的感覺 還滿舒服的 其實爸爸媽媽都可以帶小朋友 可以來坐坐看 小朋友要上去了 要上去了 幫我們家加油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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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會覺得說 飛高高耶 小朋友會不會危險 或者是 會不會熱氣球就飄走了 會不會像暈船一樣 吐出來 不會 那我們趕快先問問看 小朋友的感覺怎麼樣好不好 KIKI告訴大家 剛剛你到熱氣球上面之後 有什麼 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所有的人都變小了 變得像小螞蟻一樣對不對 所有的人都變很小 剛剛坐上去的感覺 其實非常的平穩 對 因為它是 有那個熱氣球在支撐 它是利用熱對流的原理 所以它比較不會去晃 尤其是我們這次 只飛到30公尺而已 對 為什麼只能飛到 差不多3 40公尺呢 因為在這個高度以下的氣流 比較穩定 對 那熱氣球呢 最需要的就是穩定的氣流 要不然如果下雨啊 或是很大的風 熱氣球就不能飛了 我打雷 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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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起來了 所以呢 在這邊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天氣非常的好 對啊 下次大家有機會 也可以來農場這邊 來做做看熱氣球喔 熱氣球體驗大成功 試吃時間到了 耶 小公饅頭 QQQ 好好吃喔 好綿喔 而且它也還是有奶香味耶 真的耶 這個就叫彈牙 因為牙子會被彈開 它會有嚼勁的 我們要滑草了 好棒喔 來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 滑草體驗區 等一下我們就要乘坐著這個車車 一起滑到下面去了 我們要征服大草原 對 好囉 那我們就要開始 滑草預備 出發 GO 好乾淨喔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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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好不好玩 好玩 那我們再玩一次好不好 好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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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我們先的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因為妳比較胖 好玩 這樣來妳速度比較快 對 難道覺得太重了 好玩喔 衝力比較大 其實坐在上面的時候 那個速度感很快耶 而且妳接到輪子想 對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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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小玩家們 個個都玩上癮囉 愛上這急速快感的刺激 不過農場裡新鮮好玩的 還多著呢 其中最吸引小朋友哈奇的 就是放牧區的威食囉 聽說他們平常都是吃乾牧草 那是因為今天我們來 特別來賓帶了一點點心給他們 所以他們就可以吃到 這個新鮮的狼尾草囉 這個草因為水分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很喜歡吃喔 而且聽說他們一隻牛 因為有四個胃 他們就會一直反出 之前吃的東西 但是他們食量還是非常的驚人 一定要吃到五公斤的草耶 我看來為了好幾隻 他們都吃得好快 而且剛剛他們就是 因為要搶剩下所剩不多的牧草 所以發生一些小推擠 第一次看到那個腳 扣在一起的聲音 聽到我就覺得 有點震撼了 有點震撼 好… 豬了… 想吃… 來… 這裡… 在這裡 不要吃啊 牛牛借我摸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好 不要你摸 真是太有趣了 威寶乳牛後 接下來就要換小玩家們 活動驚苦囉 這可是農場裡才有的 特別體驗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一項比賽 什麼比賽呢 就是這個蜘蛛人體驗 對… 我現在是蜘蛛人 我們要先攀向這個高峰 好不好 等一下呢 會有很精采的事情要發生 3 2 1 開始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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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蜘蛛人 誰…加油 不行了 不行了 好酸… 太快了吧 剛剛那個斜坡真的很陡 很刺激 很陡 很刺激 很陡 已經快到180度了 不行了 就死了 你的頭都暈了 為什麼這邊要做一個 這樣子的蜘蛛人體驗呢 為什麼 其實跟環保有關係 希望小朋友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的山 就是通常都會種很多樹 對 當有樹的時候 就不容易發生土石流 如果有時候 因為一些人為的破壞 譬如說種了一些 比較淺根的樹 甚至是把樹統統砍掉 蓋了房子 像是種那些檳榔樹 它們都是淺根洞的 對 這時候可能地震一來 或者是下大雨 颱風 那個土石 馬上就流下來了 那個水土保持是非常 不好維持的 小朋友要記得 如果你們長大了 成為一個建築師的話 記得要把你很好的作品 放在應該有的位置上 好不好 好 原來是為了水土保持的 環保概念而設計的遊戲 實在是太有趣了 耗盡了體力 該是補充能源的時候了 第一位木炒饅頭 木炒饅頭最重要的是什麼 木炒汁 淋上去囉 這個麵粉裡面有 除了麵粉之外還有鹽 中筋麵粉 少許的鹽 還有一點奶粉 最重要的是這個 這是什麼呢 不是啦 它是發酵的酵母粉 來 均勻的把它灑上去嗎 來 GO 接下來最重要的動作就是 手工饅頭要好吃 一定要揉搓得夠力 等一下要換小朋友也試試看 老師說 這個完美的狀態 就是麵粉跟木炒汁 通通融在一起 形成一個淺綠色漂亮的麵團 而且呢 都不會黏在盆子裡面 還可以跟小朋友的臉一樣 光光滑滑 細緻漂亮 奶油哥哥 我想試試看 想要試試看 好 用力的揉 用你的掌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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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的臉 拿出你池奶的力 用揍的 他使出他的擺獵拳把 想必是不會 加油 Kiki 加油 Kiki 你有點AA的 你很難容 對啊 好啦 輪到我大傘伸手 這種做食品呢 就是女生最在的 有沒有做過料理 看動作就知道 加油 我要繼續輪我小塊的 沒關係 能者多老嘛 是不是 辛苦的肉丸麵團 當然要好好的犒賞自己 趕快來吃吃看木造饅頭 試吃時間到了 Yeah 手工饅頭 QQQQ 哇 你壓下去 壓扁扁 還會彈回來 你看裡面 這顏色好漂亮喔 對啊 對 來試吃看看 真的耶 這個就叫彈牙 因為牙齒會被彈開 好好吃喔 好綿喔 而且呢 它還是有奶香味耶 它有嚼勁的 你吃一口看看 好Q好香好好吃喔 聞起來那個奶香味 對 跟一般的那種牛奶饅頭 味道不太一樣 對 好飽喔 加油 讓我回憶起我小時候 在眷村長大的生活耶 饅頭好好吃喔 真的是手工的 所以很有嚼勁耶 對 你要看看它好不好呢 就要捏捏看 你看它裡面的氣口 捏下去它還會彈回來 而且不會變形喔 這個真的很Q 你們可以來自己做做看喔 白天還了一整天 熱鬧的夜晚再接再厲 精采的派對開始囉 BBQ 王爺 你看 全手工的BBQ超棒 沒錯 來到這種地方就是要靠自己 真的 從生火啊 備料啊 到現在你看 我們這個爐好旺啊 真的 不滋不滋的聲音 今天就第一次來體驗一下 多到演化瀏覽的豐富食材 太誘人了 上一秒還是生食 下一秒就已經是香噴噴的熟食囉 小玩家們大夥接力BBQ 烤得不易烂呼 還不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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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好 妳烤這個 香Q帶勁 Juicy喔 好吃 好吃 這個好吃 好好吃 好棒 鮮甜 好吃 好多吃喔 你看看 這又香又Q的烤肉 好吃到大會兒都顧不得吃相 拚命的大快朵姨 這個只要事先預約 省時省力的BBQ 實在太方便了 不但可以一邊看星星 一邊聽蟲鳴蛙叫聲 還可以同時享受美食喔 那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玩的時候啊 其實呢 不用大包小包的喔 因為在這邊呢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新鮮又豐富的食材 只要跟他們點餐就可以了唷 沒錯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趕快帶著小朋友一起來玩喔 啪啪Q 趕快我們又要發爐啦 今天的台南之旅實在太豐富了 你還在猶豫週末要去哪裡玩嗎 趕快背起行囊 往台南出發去吧 你還在猶豫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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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猶豫週末